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一个霸凌事件的旁观者 我小学的时候在学校里面欺负过人 我目睹过别人被欺负 我曾经是一个霸凌者 我觉得是 她老喜欢问这个女同学 碰到一个男生就喜欢问她 你喜欢我吗 你是不是喜欢我什么时候 才跟我说话什么的 我觉得现在看得好像 完全没什么问题 但是那个时候她就被贴上了 婊子放荡骚件的这种标签 然后慢慢地就开始欺负她 她会啃手 留笔涕 这些也成为了我们最初 去嘲笑她的一个原因吧 跟大家都不一样的一个 看上去不协调的孩子 就传言说 她家是因为父母是什么 放射科的医生 所以她们家孩子生下来 是那个样子 年纪里面同学都会说 她们有个傻子 她就是傻子 但是有时候被欺负的人 就是毫无原因的 你就被挑上了 然后别人就会觉得说 你还最爱被打 因为你欠 但是她可能什么都没做 她就是被剪上了 这一回所有人都欺负她 然后以后 就她该欺负她 就被成为一个常态了 很多男同学 包括一些女同学 就会经常把她的书包 趁她不在的时候拉开 然后把她书包的书 全部倒出来 然后用脚踩 可能会说她是一个傻子 白痴说话说不清楚 或者说她爸爸妈妈有问题 说她是猪 或者说她可能连猪都 不会像她那么脏 萨克的时候 有人把口红糖弄到她头发上 然后其他人都会觉得 太好笑了 哈哈哈哈 这样就看她很尴尬的 要跑去厕所 要把头发弄下来 然后找人借剪刀 什么的 没有人同情她就觉得 你怎么那么可笑 手里拿着一个很长的一个铁棍 就拿着一个棍子 往她的肚子上打了一下 就打了她第一次之后 她妈就跑到我奶奶家去告状 然后我跟我弟一下就特别生气 连续一个星期每天放学 都要把她揪到一个地方打她 就大家整个就集体沉默 就后来老师来了 依然是集体沉默 就没有一个人敢去跟老师说这件事情 你高家长就打你 打到你都不敢高家长了 发生这个事情以后 她都很少跟别人交流了 就不会主动跟你说话 后来几个月之后她就转走了 然后当我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都已经长大了 她在街上就成为了一个流浪者 自从这之后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 这个话题是我们再也不会去碰的一个话题 欺负别人的孩子好像都是比较酷的 比较有主见或者是比较主动的那些人 小时候打她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特牛 就特横 就电视剧里边那种 我是觉得凡是这种她 会能够用这种暴力手段解决问题的人 往往她的内心其实是很痛苦的 就是她跪在地上那一刹那 就是稍微觉得有点过分了 觉得有点过不去了 就这件事简直就是给我也留下了特别深的心理引领 但是我那个时候很明确的 我不太敢站出来帮她说话 一次懵了 而是感觉一个很恐惧 就感觉你如果发出一点点的声响 就可能会引起那个人的注意 然后就被那个人会被打 因为我知道如果站出来 我自己也会牵连到这个霸凌行为当中 可能没有人会站出来帮她 因为帮这件事情好像就很盛目标 就是我可能会做一个沉默的大多数 所以我觉得也是这种沉默的人 去找什么她可以示意地去欺负别人 当参与的人越多的时候 发起者就会觉得 你看我做的是对的 因为这么多人来参与我 这么多人来和我一起做这样的事情 把你这个氛围就会弥散开来 这个受害者就开始被责怪 因为老师会说你 你肯定怎么着了 你肯定欠了 别人怎么都欺负你 不欺负别人 肯定老师这种话说得太不错 可能她家长找过老师 老师只能说 我慢从有人欺负他 这样不对啊不能欺负他 就是跟全体人说的 就不会点到我身上 所以我不会有什么的触动 就该欺负他还会欺负 制造了一种就是 大家都是孩子 这种很小的事情 放任霸凌行为存在的氛围 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就是也许每个人的责任都很小 但是每个人责任好像又很大